10月24日以来,新疆喀什地区舒服县托克扎克镇,伊斯兰木齐村,村民阿布利兹艾利已经两次收到免费生活大礼包。生活大礼包中包含6公斤各类蔬菜以及鸡肉、鸡蛋、牛肉等。 11月7日,记者赴舒服县采访时了解到,当地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,有效保障了民众正常生活需求。 新疆喀什舒服县托克扎克镇党委书记许文杰表示,托克扎克镇疫情期间开展了两次免费生活大礼包发放,覆盖了全镇农村户籍人口及各类困难群体。 食材多是统一采购自本镇种植业、养殖业合作社及农户,经过检测消毒后配送。 我们畅通联系渠道,建立微信群,事情干部包护,把老百姓的诉求呢,及时地收集上来。 同时呢,回应老百姓的需求,你包括我们老百姓滞销的蔬菜,包括我们老百姓滞销的一些肉类, 我们及时地把它收集上来,作为我们大礼包的原材料,通过这个惠名大礼包呢,配发下去, 保障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需要,在家能待得住,没有后顾之忧,能够安安心心地支持和配合我们, 打赢这场抗击战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,驻舒福县托克扎克镇,访汇区工作队队员布瓦加尔麦麦提, 每天和同事们为辖区民众发放生活必需品,收集民众困难诉求,并帮助解决。 明天我们就是早早的起来,从八点钟开始发放药,中药和西药,在那个过程当中, 我们一边发放药品,一边了解他们今天有什么需求,第一时间存委会,把那个统计下来, 然后中午以前,做饭以前,把这个该准备的都准备好,给他们送过去。 据了解,疫情发生以来,舒福县1.8万余名各级干部,4000余名志愿者, 投身防疫疫线,开展核酸检测,体温检测,场所消毒,服务保障等工作,全力抗疫。 大师加油!舒福县加油!